韩流一来频频传出冻死人的案件 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决定要自掏腰包 替街友送上棉被和衣服 他们相当低调 总是以耶诞老人的装扮出现 不过这一回 他们接受了中式新闻的独家专访 白骨须 耶诞帽 一身耶诞老人的装扮 但这颜色怎么看 怎么怪 不是应该是红的吗 在寒风中替街友们送上棉被和厚衣服 这群超有爱心的年轻人 好不容易肯卸下装扮 私底下的他们 其实是一群爱跳舞的大男孩 会有就是害怕的状况 所以我们决定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 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圣诞老人 所以是叫黑色圣诞老人 运动要带个三 一个L号的 有的负责规划 有的负责整理物资 事情规划了两个多月 每道方晚正式出发 而团员中这位高高的大男孩 似乎特别显眼 原来他就是艺人郭书瑶的男友 自己也是节目大学生了眉的固定班底 这个可以帮助到那些街友 就觉得很有意义 听他们讲话声音感觉都快哭快哭 就是行动真的很感动 回想起街友的拥抱回力 团员们感动满分 现在他们也将继续化身成耶诞老人 把这份温暖传递到台湾的每个角落 记者张俊慧周一蝶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